我先來告訴大家 國民黨跟民眾黨在玩什麼遊戲 請問後面的告訴我 現在要討論哪一條 條文內容是什麼 條文內容 不知道對不對 剛剛國民黨 我們說過什麼叫做黑箱 黑箱就是他們根本就沒有討論 就把法案做到惡毒 現在他們在玩什麼遊戲呢 突然現在撤案 撤案了之後 然後把我們的條文提出來 我們的條文是在講什麼 單純是在講說 書面答覆的起日的規定 是七天還是十五天而已 問題是 這一個還有羅志強的版本 請問為什麼不在委員會討論 又再一次在這邊破壞黑箱 再一次又在黑箱 完全糾正動議 是要針對細項 不是在這邊把委員會沒有討論到的條文 就送到這邊來 這就是國民黨跟民眾黨現在在玩的遊戲 再一次在做黑箱 這不是國會改革 大家有沒有聽過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改的是什麼 是要改法官 改檢察官 你有聽過司法改革 是要讓檢察官有更多的權力 沒有搜索票就可以衝到別人家嗎 什麼叫國會改革 國會改革指的是什麼 是立法委員要自律 立法委員不要 什麼 洩密 要遵守性別的意識 這個才叫做國會改革 過去八年 民進黨的在做開放國會 20項達成了17項透明國會 才是真正對人民負責的國會改革 他們的國會改革叫做什麼 叫做把國會改革變成立法委員有無限的權力 可以把人民叫過來問話 可以把官員叫過來問話 不滿意就一律叫藐視國會 沒有程序的保障 沒有範圍的限定 什麼事情都可以叫藐視國會 今天中國只要公佈了台獨份子名單 這邊的立法委員就把別人叫過來問話 問了如果不好好回答 連續處罰兩萬到二十萬 這就是他們現在剛剛二十五條通過的法案 完全沒有經過委員會的審查 我在這邊這一個月 針對這一個法案發言 加起來根本就不到半小時 我的法案直接在程序委員會被不回去 我的意見在委員會直接被吳宗憲沒收 我上一次在這邊的發言 輪到我的時候 國民黨直接停止討論 後來輪到我的時候 我人就已經在醫院了 所以現在好不容易 我們才有第一次的機會 針對什麼叫藐視國會 在這邊發表意見 這就是為什麼要退完審查 我們不可以 你間沒有退坑 對的話 我們要開打不 SPEAKER 我們要來 揮助 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 我們 我們要進來